Hello啊 各位好啊 Up主又来了 我今天从京东买的东西到货了 我把它打开 看看是什么 打开之后咱们可以看到 是M9露青梁 打开 然后是这个 M9通用能量棒 这个也是 我先都打开 好了 打开之后咱们可以看到 包括两个罐头 M9的黄桃还有雪梨罐头 然后是一个M9的通用能量棒 然后就是这个露青梁 今天主角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露青梁 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 这是我用来上回吃那个什么 上回吃咱们新款的单冰自热 里边有亚测饼干 亚测饼干里边有一个葡萄味的 所以说我找了找 没有找到咱们军用口粮里边有这个 就是这个零酒 零酒单冰自热 或者零酒压缩饼干 它换了个牌子叫M9 13呢 就是叫M13 所以说这东西也是一个均转民的东西 所以说我从这里边找找看看 他有没有那个上回吃 那个葡萄干口粮 葡萄干压缩饼干的那个味道 所以说今天我先把这个打开吧 它里边这个蓝莓 含有冻干蓝莓粉成分的压缩饼干 另外再说一遍 这东西是民版的 别看写的露青梁 其实它就是个民版的口粮 并不是军用视频 咱们部队没装备这个 虽然它是和咱们部队压缩口粮 应该是相似生产线上下来的 而且还是一个厂家产的 打开之后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咱们包开它 找到了 这开口在这 和开香烟的一个盒子一样 开口 打开它 就是这个 这就是蓝莓味的 确实蓝莓味很浓 然后 怎么有点面乎乎的 好扎呀 第一口是很浓的蓝莓味 但是 好像没炒熟的面一样 不好吃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没有那个 那个 咱们的09或者13 牙刺饼干的好吃 虽然说它是个蓝莓的味道很重 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但是 感觉好像没炒熟 没炒熟的面糊一样 吃到嘴里 吃到碎成了粉 糊嗓子 不好吃 我来试试其他的 这个是抹茶的 抹茶的牙缩饼干吗 感觉好鬼畜啊 蓝莓我还能接受 抹茶 抹茶味的牙缩饼干 真是 真是 感觉 看这个颜色 有点像发霉了一样 是吧 抹茶味的压缩饼干 然后还是一样 一样的开反 这种开反也不好啊 因为它这个撕口 哎呀 撕不断 你这个包装是为了让人方便开的 还是这么不方便 吐槽你一下 然后就是这样 一个颜色发绿的牙缩饼干 硬 确实是抹茶味 但是硬 一个字硬 两个字非常硬 而且面 难吃 吃起来和面糊一样 放在这 不好吃 哎呀 很令我失望啊 它这个 还是吃咱不对的压缩干粮吧 这个一点也不好吃 然后这个 这个是 卖香的 卖香的压缩干粮 打开 又是这样 撕开 对 这样全都撕开 这个卖香的还好点 这两个好像都是 没做熟的那个 面粉一样 吃到嘴里 然后全散开 这个还行 所以说它也是很硬 感觉比791还硬 而且颗粒很多 里面有非常多硬的颗粒 咀嚼起来 很费劲 好了 这就是 三款 M9压缩干粮 这个也是卖香的 一点也不好吃 跟你们说 一点也不好吃 差评 我给予差评 虽说这两款 抹茶味和蓝莓味都很浓 但是 吃到嘴里 马上散开 面糊味很重 糊嗓子 就像吃了一口生面团一样 而且这个抹茶的味 抹茶非常硬 这个 味道稍微好一些 没有像这个面糊味 糊嗓子那种感觉 但是 里边好像是 很多颗粒 硬质的颗粒 吃起来很咯牙 而且 很硬 感觉比吃761 还有硬 我强烈怀疑 它是不是就拿761的 那个 761压缩干粮 那个生产线改的 怎么比761那种 70年代产品 还要硬呢 你是怎么生产的 好了 剩下的这个 我回头再吃吧 我对这个M9 很失望 好了 拜拜 各位 祝大家好胃口